呵呵 再几天不开 我再下一场雪 他就找不到车了 带上你的爱呀 去新疆 这个一晚上这个积雪 下的这么厚啊 现在还在这个下 哈哈哈哈 哎呀有点 干嘛 这就可以了 我这么厚啊 嗯 我要去卖雪真的 接冰了 创面 哈哈 刚才扫了一下雪 直接把我手动了 真正的 就像那时候 在我们上学的那种感觉 一下就回来了 手就快冻肿了 那我们现在先去接人 然后 然后 这个吃个饭啊 看 昨天导航是哪个 哪个 瞬间又进入了冬天啊 哦 你看树上都还是雪 对 但是路上因为车跑多嘛 就会已经跨掉了 哦 潜到边上了 人家以前 对 说我们起的晚了 清雪车 很早就出来了 不然的话到时候要结冰的 哇 哇 尖叫 太复杂了吧 尖叫 太复杂了吧 好不容易春天小嫂发芽了 树也长了新芽子 一下子盖回冬天了 大雪不变了 新芽子不冻死吗 不会 不用期待不会 还是常年经受过烤烟的 叶子还没黄大雪就复变了 然后还没成山发芽大雪又夹 是深刻的机会 在回忆期之内扫了几年的血 天下第一楼 全聚得 是 我们前面把胡哥接上了 然后胡哥请了吃个饭 我们现在去办事 刚从亚马里克隧道出来 现在走在西山快速路上面 这个地方比较堵比较堵 非常堵 因为下雪天的缘故 然后这边一直在堵车 不过也好 然后一路看着雪景 雪中的乌龙漆 为啥会堵车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好这五辆这个铲雪车 它在这个清理路面 就防止这个道路接冰 因为昨天我们看了 这个气象报道呢 说是今天有这个道路接冰 黄色预警 所以知道为啥会堵车了吧 这些大楼都是依山而建啊 嗯啊 这就是不那么齐 在这边是吧 好好好 我们现在过来 我们把车停的这儿啊 行 行 你看这个楼 我前面看了 我以为它没有修好 结果是在 还有一截子在屋上面